现在我们跟着前面的警车去当地的村委会 现在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10点多了 到了就是这里 哈喽大家好我是奶奶 我现在在新疆吐鲁番土育沟 因为我们今天到的比较晚的景区里面是没有住宿的 所以我们把车停到了路边的停车位 准备在这里过夜 过了一会儿呢就有一辆警车过来 就过来询问我们的情况 问我们是干嘛的 我们就说了一下 我说我们是来旅游的 然后这边没有住的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当时他们还是有点担心的 就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 锁好门窗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但是没过多久 他们居然开着车回来了 就告诉我们 让我们跟着他走 把我们带到他们的村委会这边来住车 因为这边比较安全 而且他们人真的是非常好 把我们带过来以后 我们停好车 他们还告诉我们 村委会里面有热水 有什么需求 我可以告诉他们 可以随时去找他们的值班人员 我没想到我们作为一名游客 来到这里 能受到这样的关心 有很多人问我 到新疆旅游安不安全 来新疆之前 也被很多人告知过 新疆旅游不安全 但是我告诉你们 新疆是我到过最安全的地方 虽然说检查比较严格 但是这样也是确保了 我们旅游的人身安全 我们人民警察 真的是为人民在办事 必须点赞 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拍视频 但是呢 我忘了开声音 所以就只有图像了 现在我已经起床了 刚刚警官呢 还专门过来问我 昨天晚上有没有休息好 有没有吃的 要不要进去吃早饭 真的是太好了 现在呢 我已经洗漱好了 我准备过去当面感谢一下他 你们每天晚上 都要出去吃饭吗 对 辛苦了 你捞个手吧 谢谢您啊 没事没事 特别感谢 你专门跟我送过来啊 太感谢您了 谢谢啊 谢谢 真的是太好了 刚才去给我摘果子了 我都没想到 他早上专门出去 给我摘了一篮子水果 满满一篮的桑生 尝一下吧 哇 好甜啊 这是我吃过最甜的桑生呢 不仅嘴里甜 心里也很甜 这次来新疆呢 真的是收获很多 新疆真的很好 美食美景 棉花也好 想全世界安宁我们美丽的新疆 那接下来呢 我会继续分享 我在新疆的所见所闻 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奶奶 我在新疆吐鲁番 这里呢 是一个 窑洞式的酒店 看到没有 顶部 它是这样的一个拱形的顶 刚才我们狗子啊 一直叫啊 因为早上了嘛 他想出去玩 所以他刚才一有那个 咽咽咽的声音啊 是小狗子在叫 之前嘛 不是有朋友让我 推荐酒店吗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酒店比较不错 给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分享啊 不是推荐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来到吐鲁番 也可以住在这里 吐鲁番是一个旅游城市嘛 所以说 有好多酒店的价格啊 它还是比较高的 但这个酒店呢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120块钱 最重要的是 它外面还有一个大院子 来先给大家看一下 房间的内部啊 我订的是一个标间 然后你看 它那个床 还是挺有特色的 床呢 它不是像我们那种 家具床啊 它是用砖 自己漆的 上面放了一个垫子 房间的这个层高啊 非常高 你住进来就不会觉得很压抑 而且这里的房子啊 都是一排这种平方 屋顶比较高 所以说很凉快 因为吐鲁番很热嘛 有火粥之称 卫生间是没有门的 做了这样一个帘子 就是维吾尔式的 我觉得还挺漂亮 当然卫生间也是很宽敞 那现在呢 我们就去院子里 我准备去自己做个早餐 做泡面吃 今天早上就误出去了 这个院子很好吧 最主要的是 它们也不嫌弃狗狗 狗狗可以自由的蹦跑 哎呀 我在这里来煮啊 吐鲁番早上也不热啊 我要开始煮面哦 先倒水 我为什么不在房间里煮呢 因为房间里哪有院子里好啊 先把水烧空 昨天晚上把电充满了 百分之百的电 好了 烧水的时间 我们来逛逛这个院子吧 走 这家课程叫做复刻课程 它原址其实是六十年代初的 土木花线照的 然后经过长期到显日 年久时就能疗动 进行升级改造成的 所以成现在的民宿了 所以我们其实住的是 瑶路客栈哟 苏特客栈这里是前台 大家看到外观没有 跟酿房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做的那个款式啊 就非常有民族风俗的感觉 神秘之旅从这里开始 而且上边有一棵好高的树 是从这个房子里长出来的 应该说是这样啊 修房子的时候 就把这棵树给包进去了 所以现在呢 看起来它就是从屋里长出来的 可以遮阴特别凉快里面 水开喽 好了好香啊 美好的一天从一碗面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